好 我們現在在總統府前的 這個貴賓禮台上面看到的是 前總統蔡英文跟前總統陳水扁 兩個人就坐在隔壁 習明哥 這真的是世紀同框 對 因為按照我們原本掌握的一些訊息 好像位置不是這樣子安排的 因為本來是有安排是說 馬英九他有到現場 可是因為馬英九這次早上 突然臨時取消 所以看得出來這次府方 或是相關的一些籌備單位 在座位上有做一些緊急的一些調整 原本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蔡前總統是跟蕭美琴是坐在一邊的 對 然後另外這個陳水扁總統呢 則是在坐在另外一邊 比較靠近來 她是跟賴總統同一排 對 靠近來南廣場這一邊 可是這一次比較特別 他就是臨時做了一些位置上的一些調整 所以目前我們從畫面上看到的是 蔡前總統跟陳水扁總統 他們是坐在一起 目前看起來氣氛還不錯 兩個不斷地在進行聊天 蠻有話聊的 那另一方面我們當然還是注意在野黨這邊 因為到目前所掌握的消息是 立法院的副院長江啟成已經到了現場 反而是朱立倫好像目前 好像也還沒有到現場 不過我們持續去關注 等一下她到現場的話 應該畫面可以幫我們take一下 對 所以因為今年的這個國慶的位置安排 每年其實都是一個政治的觀察的焦點 包含的是前總統馬英九今年這個早上才告訴大家說他不出席嘛 對 另外一個部分還也引起注意的就是柯文哲主席 然後因為按照慣例 黨主席都會應邀受到這個管理 那這一次因為目前柯主席還被擠壓在北縮裡面 那韓國瑜特地按照之前前幾天的一些新聞報導 就是說幫他留了一個位子 那民眾黨對於韓國瑜這樣的一個在擺盲之中 還想到的柯文哲也表達了一些感謝 所以這一次的所謂的國慶座位政治學 也蠻引起大家關注的 我目前看到總統 兩位前總統 對 蔡前總統跟陳前總統 在之前一直都有在聊天 所以我覺得他們好像聊天的機會也不多 對 這個同框的畫面也不多 一個一南一北 因為陳前編這段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台南或高雄 那蔡總統卸任之後其實也蠻忙的 因為本來他安排12號就要出國了 這一次就是特地還抽空在出國前 還來參加國慶大典 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蔡前總統 他今天穿的是灰色的外套 那我剛剛也有看到他已經有別上 今年國慶的這個LOGO的這個磁鐵規章 對 他的頭髮髮型也做了一些改變 跟在總統時候是不太一樣 看起來好像還比較輕鬆 以前是說就是他的那個髮型 因為是當任中華民國元首的關係 髮型有特別有一些限制 可是因為卸任之後 他比較想要做回他自己 那大體來看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是還是有些細節 對 我們可以看到頭髮有剪短 對 好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國歌領唱 也就是在10點鐘的時候 也就是國慶大會是正式展開了 好 我們要稍微來講一下 因為今年特別由韓國瑜這邊來宣布說 由三位古寧頭的參戰國軍代表 來領唱國歌 好 是分別94歲高齡的歐陽軍爺爺 還有兩位93歲高齡的藍玉章 以及王華玉爺爺 好 古寧頭戰役很多 觀眾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這場戰役為什麼會讓韓國瑜 特別想邀請這三位參戰的國軍代表 來領唱國歌呢 請 古寧頭戰役以後 它發生的時間點是在1949年的10月25號 如果大家有一點歷史概念的話 1949年的10月25號 我們往前面推幾天 就是1949年的10月1號 這一天是代表什麼日子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見證的日子 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見證 然後到了10月25號 大概就是20幾天的時間 它就攻打我們的金門 就是古寧頭 所以對於那個中共來說 這個的確是一個 他們想要用一個勢如破竹的 這樣一個姿態 然後希望能夠先打金門 再打台灣 不過這一場戰役的確 就是國軍在當時發揮了一個 當然有天時地利人和的一些因素 就是成功阻擋了老共對於 我們的一些侵略 這也是當時中共在渡江戰役之後 第一次被國軍全監 我們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勝利 難得打敗了共軍在那一段時間 有兩個歷史意義 第一個就是 老共知道渡海戰役不好打 這是他們第一次的渡海戰役 所以他們從此 渡海戰役就變得非常非常的謹慎 然後也保持了台灣跟金門的安全 另一方面其實就戰略意義來說 就是兩岸分治的這樣一個 歷史上的一個戰略事實 從這一刻大概就已經大致敵定了 所以那時候老蔣講了一句話 古寧頭大節不只保住了金門 也保住了台灣 對 就穩住了台灣 當然也讓當時的國軍 終於有一點自信了 我們是可以打贏共軍的 也讓國際改觀 好 我們現在在國慶大典上面看到 馬上即將就是十點鐘的 國慶大典正式開始了 好 目前在這個總統府前的總統蔡英文 也在跟外賓在握手致意 那因為他是剛卸任 所以可能對這些外賓 還算是蠻瞭解跟熟悉的 好 後頭也會持續的帶大家來掌握 好 那當然剛剛也講到 這個國軍前輩來領唱國歌 也有人認為是這個韓國語 可能是希望不要有戰爭的發聲 可能也有這一層的涵義 好 不過目前我們在總統府前 正在舉行的是國慶大典 好 總統蔡英文正在跟外賓們 進行握手致意 好 讚國慶要雙十的特別節目報導 您可以看到這再度是一個感動的時刻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的雙十國慶 好 觀眾朋友您現在看到的是在總統府前 目前中華民國的國旗就在高空中飄揚 由CS400的直升機吊掛巨幅的中華民國國旗 而且在前後各一架黑鷹直升機護衛之下 目前正要飛越的是總統府的上空 好 確實很多人對這一刻都會覺得相當的感動 好 正面巨幅國旗呢 攤開大概有六十五坪之大 那是採一字型的跟蹤隊型來執行 國性的空中飛行 好 正面巨幅 好 正面巨幅 好 正面巨幅 好 我繼續看 spectacle 一心一肢 一心一肝 花生十多 一心一股 向國旗 請國父一向行三驅公禮 請主席觀禮台 各位長官貴賓 面向國旗 國歌領唱人員行住墓禮 屏障人員行舉槍禮 其他與會人員行鞠躬禮 請脫帽 鞠躬 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請副帽主席請副位 各位長官貴賓請坐下